大家好,我是凌文龍 大家好,我是陳澤文 為什麼你不叫我的名字呢? 不想叫你的名字 我們的關係挺好 我們兩個坐在一起 立刻抱住 我們兩個坐在一起,當然是講講 我們接下來的舞台劇《日新》 因為《日新》的創作緣起非常神奇 因為我得到 我深愛的凌文龍之後 我就在想怎樣展望她好 她這麼厲害,對不對? 所以就量了一個劇 我後悔太愛你了 就量了一個劇,又要演歷史人物 歷史人物 即是要好戲路中環 然後同一時間孫中山 所以那個情緒波動 會由這裏到這裏到這裏 到這裏到這裏 之後還要 音樂劇要唱歌 還有跳舞 整個劇本真的是造死人 剛才她說了 因為 首先本身已經是說 由孫中山的十八歲 做到她三十幾歲 當然我們不是她做到 她四十幾五十歲 但是在那個中間的歷程 她選擇的那些事件 全部都是一些很大的情緒 不斷上上落落 還有我們在寫一段 比較少人說的 孫中山的一段歷史 當她面對死亡 那些事件的時候 那些恐懼 你是想造死我的 真的 有能力 你聰明 唱歌跳舞 對於你來說應該就不難了 你玩東西 首先 真心我也要謝謝導演 也謝謝她 真的選我去做這件事 但是其實我想說 雖然我有參與過音樂劇 但是我從來沒有試過 甚至一首的獨舞 自己擔任 我都沒有試過 所以其實她們都挺大膽的 傻的這些朋友 然後兩個半小時 完全沒有離開過我的場 我只是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有夠時間去阿督鳥之外 然後我就已經回上去 然後不斷唱 還有金先生 金沛達 是我們作曲 他作曲 對我來說也不簡單 那些歌 不是人唱的 然後又要我去處理高音 因為其實 音樂劇特別的地方 是她要 唱戲出來 但其實我自己的技巧 還沒有很好的時候 練完所有的東西 我就想死了 他還沒有說跳舞 還有十多人一起排舞 我們是 所以我每次看彩排的時候 就是 你們已經要記對白 又記台位 還要記帽 還要記帽 還要記帽子 還要記帽子 還要記歌詞 還要記歌詞 還要對音 為什麼你們做得到 我真的做不到 其實不只跳舞 我預告給大家 有一場打氣 那裡我真的打到我想死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IG 你看到我剛剛有一張照片 我就這樣搭在地上 那個就 剛剛打完 那個戲還沒完 是正在做的 然後我的樣子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記住 我們做了這麼多東西 醞釀了三年 排了結尾這麼多東西 又原創歌曲 又作詞 又劇本 這麼多東西 之後就是為了 接下來的五場 這麼大把 就是那五場 所以希望大家幫我買爆它 3月2號開始 3月2號開始 日生 希望大家來支持我們 多謝 多謝你們